主料,稿筋粉460克,盐4克,糖80克,酵母4克,食用油25克,牛奶230克,鸡蛋一个,一,将各原料按照面包机要求的顺序全部加入面包机内桶中,先放液体,再放固体,二启动面包机,开始和面,我用的是面包机的自动程序,先和面,再发面,再和面, 最后再发面,然后烤制,三,烤色,我许的是浅色,总时长3小时20分,面包就新鲜醋炉了,烹饪技巧,面包机烤面包的缺点是下面颜色太深,表面又太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